各位观众好 欢迎来到谈笑余生 虽说欣赏美女是很多人的本能 但是失礼到马哈这个份上的也是不多见 2006年老太王普密鹏举行登基60周年庆典 作为王储 马哈自然得出面招待来自各国王室的嘉宾 可当她看到来自摩洛哥王室的萨尔玛王妃以后 表现得却让人无欲 因为马哈两眼放光一般地盯着对方 一动不动 之后还是施灵通公主上前一步和萨尔玛交流 才掩饰了哥哥的事态 之后几天的活动中 马哈也是对着萨尔玛大献殷勤 可是 要知道这时候的她 已经有了一位美若天仙的王妃 希拉米 只能感慨 家花再美 也不能完全收服马哈的心 不过 和其他的红颜知己相比 希拉米在马哈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要不然 马哈也不会不顾希拉米当过舞女的黑历史 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儿子 可惜的就是 希拉米的娘家人不争气 他们在希拉米的扶持下 从小商贩 摇身一变成了高官 此后 包括希拉米的父母亲在内 多次收取其他人的孝敬 这就导致 有人说 马哈不分是非 重用无能之辈 王主和王妃之间 王室会怎么选 于是 到了2014年的时候 希拉米就成了下唐妻 幸运的是 当时希拉米的儿子提邦公 是唯一一个养在马哈膝下的儿子 看在提邦公的面子上 王室才允许他去寺庙修行 有儿子在中间当缓和计 马哈对希拉米也不是全然无情 所以 当马哈遇上一个和希拉米长相很相似的五轮盼以后 就有点情不自禁 和王后一起接待贵宾 马哈盯着五轮盼不挪眼 骑自行车健身 他也不忘记去五轮盼的店里转一圈 看到这样的情景 有媒体猜测 难道马哈是想来一局 提身爱情 让大家遗憾的是 这样的狗血情节并没能上演 因为五轮盼宁可嫁给一个军官 也没有理会马哈的嗜好 为了不让马哈多想 他甚至还素颜进攻 这是为何 和美女总理英拉一样 五轮盼也是个华裔 网上属四代 五轮盼祖上是广东梅线人 当时五轮盼的先辈吴淼元在19世纪70年代漂洋过海来到泰国定居 来到泰国后 吴淼元做过酒店店员 木材行帮工 后来自己开办商行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五十家族投资涵盖泰国粘米业 稻米业 保险业 银行业 以及公共汽车行业等领域 家族的许多成员都是各个领域的巨头 是名副其实的泰国门法财团 可以说是泰国的隐形国王 还被泰王亲自赐姓蓝三 武家在泰国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 吴淼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的 他是武士家族第五代成员 泰语名字叫暖潘蓝三 自小锦衣玉石 坐享荣华富贵 他的起点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终点 泰国的观念与中国相同 重男轻女 认为只有男人才有资格继承家业 因此虽然同为第五代成员 吴淼盼从小并没有得到家族的重视与后代 而吴淼盼本身非常清醒独立 很有商业头脑 从小开始 他没有做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 相反 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努力 顺利考入泰国的顶级学府朱拉龙宫大学 成为商业专业的一名新生 在学校期间 吴淼盼就被称为校花 不过他一直以学习为重 坚定信念 要创造出一番事业 毕业后 吴淼盼没有停下脚步 又继续求学 顺利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硕士学位 前不久 吴淼盼又获得了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 1992年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 他没有接受亲友的扶持 不肯直接进入家族企业 而是另辟蹊径 进入广告业的一家小公司 先从客服做起 三年里 他招待客户 接打电话 打理杂物 一切从零做起 积累相关的工作经验 不料因身体不适 只能被迫回家休养 康复后 吴淼盼卷土重来 跨界进入金融圈 在泰国金融证券投资公司 做了一名普通的金融投资人员 当能力和野心不匹配时 吴淼盼选择了折服 默默努力求教他人 积极学习 经过五年的摸爬滚打 吴淼盼掌握了丰富扎实的实战经验 五年后 他认为时机成熟 转战家族从来没有涉猎过的时尚行业 开办了自己的制衣厂 凭借之前在广告公司的人脉经验 跨入奢侈品行业 创办代理公司 并拿下爱马仕泰国唯一代理权 吴淼盼事业越做越大 在家族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家族地位逐渐提升 家族也放心地把家里的生意交给了他 2000年 吴淼盼正式进入家族集团 管理泰国人寿保险公司 吴淼盼自己担任品牌的代言人 通过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帮助其造势 说话算数 相信胖的广告语简单直接 让民众印象深刻 火遍大街小巷 不光口头对广大消费者做出了承诺 吴淼盼也身体力行地进行宣传 还做了多场公益捐献活动 在泰国瘟疫期间 他和保险公司同时一起 给贫困的民众提供食物 水 消毒 防护用品 为泰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得到了民众和员工的支持 仅仅三年 吴淼盼就升任董事长 吴淼盼先是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而后就直接拿下了爱马仕的代理权 这在泰国可是独一份的 美貌和才华兼具 这样的优秀女性谁不喜欢 所以1993年的时候 27岁的她嫁给了自己的追求者 泰国汽车经销集团的总裁 夫妻俩夫长夫随 事业更上一层楼 婚后没几年 吴淼盼还生下了唯一的女儿 到了2000年的时候 她终于回归家族 成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 只能说 吴淼盼的成功有富家子弟的身份加持 可更多的还是因为她足够优秀 给曼谷市长当秘书 接手泰国女足 吴淼盼的身上一直有一种不服输的拼劲 然而这时候的她和丈夫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 夫妻俩聚少离多 还是成了陌路人 不过和前夫离婚后 吴淼盼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婚的打算 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女儿身上 估计吴淼盼就是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不比弟弟差多少 到了2013年前后 纳勒·萨瓦达南出现在了吴淼盼身边 她家里虽然不如五家这么富有 可也小有资产 更要紧的是 纳勒本人很有本事 是个陆军上校 后来的纳勒还成了网工的副秘书 算得上是事业有成 而且她对吴淼盼很体贴 处处照顾她 一来二去 吴淼盼也心动了 等到纳勒求婚的时候 吴淼盼表示 自己这辈子只会有女儿一个人 面对这样看似不合理的要求 纳勒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婚后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不同于其他的铁血军官 纳勒一直把吴淼盼当成小公主一样宠爱 俩人结婚八年 纳勒从来没有闹出过桃色碑闻 有一个痴情又上进的丈夫 吴淼盼怎么会把泰王的嗜好看在眼里 毕竟 马哈可是出了名的花心 早在1978年的时候 她为了作文王储之位 就娶了表妹为妻 表妹来自玉坤家族 背后有军方扶持 可是 婚后的马哈嫌弃表妹长得不漂亮 就背叛了一个美貌的女演员 跟女演员同居十多年 马哈有了五个子女 但是 跟女演员结婚不到两年 马哈就又离婚了 王氏给出的理由是 女演员和一个军方高官有婚外情 可是 后来媒体揭秘 这个军官是王后施利吉的娘家人的政敌 这么一看 马哈的宠爱实在是不靠谱 之后的希拉米也跟女演员一样 落了个被抛弃的下场 区别在于 女演员的四个儿子被逐出王宫 而提帮宫被留了下来 后来的王后苏提达也得和贵妃施妮娜一阵高下 更别说 除了正式被册封的贵妃以外 马哈宫里的其他红颜知己也不在少数 而马哈的这些妻子 情人都出身一般 有的都算得上是贫苦 所以 他们才不得不依附马哈的宠爱 可是五轮盘呢 他出身名门望族 家底后 自己也有本事 据有关媒体统计 五轮盘的个人资产就高达46亿泰铢 折合人民币10亿左右 这样的五轮盘犯得着去王宫里和其他人分那点可怜的恩宠吗 毕竟他自己就有底气 过想要的生活 更别说 五轮盘还有个体贴又痴情的好老公 不图名利 不求钱财 这样的他完全没必要理会马哈的嗜好 不是吗 日子过得舒心 所以56岁的五轮盘看起来还是很漂亮 哪怕和42岁的王后苏提达相比 他也不差多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期故事打动了您 欢迎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